小心哦 而且我不是靠感觉而生活的 难道你自己靠感觉而生活吗 女人都是比较相信直觉的 我对女人是一无所知啊 你也不了解你母亲 也不了解阿文吗 我母亲很早就离开我了 对不起 我 没关系 至于阿文呢 在我坐牢的时候 她还是个不懂事的小丫头 或许你该从现在开始了解女人 这个世界上有一半都是女人哦 你为什么盯着我看呢 我在研究怎么去了解女人呢 你倒学得很快啊 不过要用心 不是用眼睛 你住在这里 我总觉得比住饭店要好 爸 请坐 嗯 爸 求你不要再逼我跟陈凤凤结婚好不好 刚刚在餐厅里那种情况 当了陈伯伯吃妈了面 实在太尴尬了 是不是尴尬 那就看你喽 我还没怪你 你那么不顾我的老脸 爸 我跟陈凤凤根本不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 你我大老远跑来 只想坐飞机玩玩 可是你总该先针取我的意见吗 我就是当了大家的面 看你怎么推 那你是计划好的吗 当了大家的面 比我答应这么一件婚事 强迫我做决定吗 那你还不是照样拒绝了吗 而且太不顾我的面子了 你还埋怨 你还觉得委屈啊 爸 我跟陈凤凤根本没有感情 怎么结婚呢 我怎么知道 我只知道这是一门好轻事 何况男女之间 只要双方不反对 双方不讨厌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呀 谁说一定要男婚女爱 才能结婚的 爸 我知道你意思是什么 你用意何在 你要我对琉璃子完全绝望 对不对 你这样做 未必太处情几率了吧 我是留给你一个生机 你不要不知好歹 这门婚事 是你妈决定的 我警告你 如果娶不到芙蓉 你这辈子休想再回到日本 什么事 周崔先生 日本长途电话 请你接过来 谢谢 这么 Lou down 郑和 妈 昨天晚上你义父跟我说 你在台湾有了很好的对象了 最近准备让你们结婚 我听得吓了一跳 是不是这回事 怎么连这种事情都还瞒着妈妈呢 听说对方是陈世昌的女儿 是不是 是怎么样个女孩子 带回来向妈看看好不好 妈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真的希望我结婚 妈妈当然希望你结婚了 自从你一踏入社会 我就在等这一刻了 你想结婚了 妈妈感觉心里落下一块石头 想你到底成熟了 会认真考虑你的未来 妈妈好高兴啊 妈 有没有琉璃子的消息 你这孩子 你结你的婚管琉璃子干什么呢 难道琉璃子回的你还不够吗 你还是忘不了她是不是 你结婚是不是你义父逼你的 你不想娶陈世昌的女儿吗 我不管你结不结婚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还有琉璃子 在她还没毁了你之前 我会先毁了她的 但是为了你也为了她好 你最好断了所有的念头 会长 怎么 不喜欢我来啊 怎么会呢 会长你不要多心了 最近在酒店有没有再给我惹事 会长 如果有事的话 您自然会知道的 有人要24小时保护你 你应该感激他们 为了你的安全 他们不眠不休的 最起码 你要表现对他们的尊敬 我告诉你 你要好好反省反省 为了你一个人 这样劳师动众 你应该要反省 要惭愧 我走了 今天晚上不住这里吗 你要留我吗 不回答 总比口是心非的好 对了 有件事我差点忘了告诉你 马萨卡兹 在台湾已经有了对象 我准备这几天让他们结婚 我愛你 阿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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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